前段时间我刚测了这个情爱乐的续航 连千多公里 妥妥的 很多人就问那么油耗呢 到底油耗有多低呢 今天我要来测试这个姊妹车型了 海豹06DMI的油耗 我们看一下在市区工况下 亏电状态下它的油耗 到底能跑到多少 要要要 这把油气摇掉啊 来我跟多哥啊 我们是一台车 我开去城他开回城 我们把这个油箱封条先贴好 我们是胖瘦组合 对 充电封条我们把它贴好 现在电链是14% 油加满了1998公里 小里程清零了是0 EV模式30度 空调24度自动空调 能电回馈标准智能保电 受到最低15的电量 驾驶模式是一口经济模式 路线呢是从西安市区 然后上黄线到第一个换手点 目前是50几公里 后面一段是汽车头的豆哥开 它开50几公里 我们总共是开100多公里 载重呢是车上 坐着我和我的摄像 我们两个人 现在开始出发 它现在这个DM5.0之所以 这个能够续航这么长 油耗这么低呢 我在驾驶观上我也能够感受到 它这个油的利用效率高多了 因为我在开的时候发现 比如说我现在在环线上 开到70以上它是直驱 然后到了70以下 那它是这个是真程 不论是哪种模式 它的电量 基本上你的发动机 只要有点点负雨 它全部都这个回存回去了 而且回存效率非常高 再加上整个它的发动机 我们来的时候 工程师也说了 这个发动机已经换了 热销率更高了 压缩比已经达到了16 它的刀片电池 这个重量更轻了 而且能量密度也更高了 所以整车变轻了 加上这个能耗整体利润高了 而且它的这个EHS系统 整体都这个优化了 它的这一次这个EHS这个电池系统 它优化比上一代的提升 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几 所以这一代它的目标 就是把这个百公里油耗 控制在三升以内 我在驾驶过程当中 也能够感受到它这种逻辑 确确实实BID果真很common啊 压榨每一地油 就目前像秦艾乐和海豹06DMI 这两款车跑高速的情况下 实打实地跑啊 能跑出2000公里来 如果说这个你稍微脚法好一点 稳一点 跑个234也不稀奇 现在到了这个换手点了啊 我现在是开了55公里 续航呢是掉到1976 掉了22公里 然后电从14%掉到了11% 目前呢是这个 基本上是接近1比2的这个 实际的里程啊 我们换人换手 好我们现在准备准备加油 看一下结果啊 电这个风景都不扯了 直接加油吧 现在是零啊 7.88的油价 这个加油的都是老师傅了啊 要不是老师傅他这加不准 还摇呢 你为了他比我回来的饱呢 大家都饿了 去吃饭了 别摇了别摇了 吃饭了 吃饭了 腻出来 这个腻出来的你看 我们是最后这个左右摇 上下摇摇完了之后 这个加了2.43进去 已经腻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油耗 好了最后我们这组 我是加了2.43身油啊 实在摇不进去了 我跟大家算一下啊 我们这跑了111.4公里 除下来之后 百公里油耗就是2.181329 就算2.2个油吧 按照现在的油价啊 92的7.88 我算出来就是100公里 17块1毛88887125 一毛多千一公里啊 不得两毛一千公里 这个电车差不多了 你说这油耗低不低 而且是全车开空调 什么叫工业奇迹 这就是工业奇迹 最关键是后面的50几公里 不是我开的 哈哈哈哈 是我开的 是他开的 你看你看他 哈哈哈哈 他这个转的 就我脸 体重都重了一倍 对 我要是换一个答案 那估计 不一定 不一定 我能跑第一 但是我跟你讲 买这个海报的人啊 都是这种体型的 很有副态的 是吧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 我只配 吃重一点 吃重一点再买 那你这时候我只配开眼望 哈哈哈 是这么说吧 也可以也可以